宛平南路600号对上海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几乎每个上海人都收藏着宛平南路600号的表情包 但真的来过宛平南路600号的上海人 我猜测比上过东方明珠的海上 今天我收到宛平南路600号的邀请来这里参观 首先先来挂个号 宛平南路600号的特点是 手诊必须线下挂号 另外就诊卡与病例和其他医院不互通 挂号流程如下 首先到导诊台排队 接着提供个人信息办理就诊卡 第三选择科室挂号 接着就可以等待就诊了 就诊现场分享 比如说最近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容易情绪不好 碰到 比方说阿斯纳输球了 碍于隐私 具体就诊内容不做公开 谢谢潘医生 那我希望可以睡好觉 那么我接下来想吃香蕉 我会吃香蕉 基于我吃香蕉的表现 潘医生建议我去病房参观一下 600号病房和普通医院乍看之下 并没有太大的两样 主要区别在于楼层大门是有电子锁的 另外有许多物品不被允许带入病房 其中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隐形眼镜也不能戴 医护人员后来告知 隐形眼镜干透后是非常尖锐锋利的 还有一点 病房公共空间有休息室 可供娱乐和阅读书籍 我们现在来到了晚屏南路600号的一个病房 这应该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那我们做一个room tour 首先呢 刚才我们知道这有四张床 那里有三张床 其实这两张床呢 它是废用的床 是不睡人的 它是可以拿走的 主要还是睡七个人 这个窗户是外开的 那么其实是很安全 这位病人就不会逃出去 哎 不要过 开门 不要过 来来 开门 600号 600号还有一处许多人绝对想不到的地方 叫做600号画廊 每过一阵都会举办有关心理健康的不同主题的展览 我来的时候正在举办一场 阿尔兹海默病主题的摄影展 意境漫游 作品来自病人 家属 医生 以及摄影师的投稿 看完之后非常有感触 600号画廊长期对外开放 欢迎大家也来观展 宛平南路600号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梗 这个梗之所以流行 说明我们不再认为有情绪问题 是羞耻的 许多人都爱用600号开玩笑 玩笑之余 不要忘记给到这里的病人和医生尊重 最后现代人的心理压力特别大 如果大家有焦虑抑郁的情况 或者周围有人有相关心理情况发生 希望可以及时来600号回家看看 嘿嘿